这个金妹只因为拍下了网红卷毛姐的一段丑闻想要发布到网上 却被她拿起了旁边的石头直接砸破了脑袋当场死亡 卷毛姐抢回了手机 在进度条即将完成那一刻关闭了上传 随后她将金妹的尸体埋在了树林之中 可没想到这时金妹的朋友杰哥碰巧走了过来想要浇水 而刚好冲刷的泥土竟将金妹的一只耳朵露了出来 卷毛姐见状赶紧冲了过去踩住耳朵的位置才没被发现 但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杰哥却不小心摔了一跤 在他起身的那一刻拨开了泥土将金妹的脸也挖了出来 卷毛姐看到这一幕连忙将杰哥扶了起来想拉走他 但杰哥还是发现了卷毛姐的秘密吓得他惊慌逃跑 可杰哥是个瘸子很快就被卷毛姐逼到了悬崖边上 卷毛姐连忙跟杰哥解释只是一个意外造成的 没有退路的杰哥也打算相信卷毛姐 但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杰哥的女友呼喊声 为了不被发现卷毛姐直接将杰哥推下了悬崖 随后赶紧躲在了角落不敢发出任何声响 但卷毛姐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埋在土里的金妹并没有死去 这部2022年最新的惊悚电影《倩倩》今天正式上线 原来在几天前卷毛姐在超市遇到了童年的闺蜜大漂亮 大漂亮主动邀请了卷毛姐参与自己的周末派对 可卷毛姐没想到的是大漂亮也一同邀请了她的死对头金妹 在童年时金妹经常和朋友嘲笑卷毛姐的性格 愤怒的卷毛姐还拿起了铁锹插进了金妹的脸导致她毁度 而这段永不磨灭的阴影也让两人的关系彻底破裂 等到了派对的别墅后两人的见面也显得极不融洽 无论卷毛姐怎么询问大家都对她目不关心 这时卷毛姐拿出了和大漂亮童年的录像作为惊喜 可这时金妹却关闭了电视打消了大家的乐趣 到了晚饭时间卷毛姐看到了金妹和大漂亮佩戴的项链让她羡慕不已 在聊天时卷毛姐还告诉了大家自己是一位20万粉丝的网红 可这时金妹又开始吐槽卷毛姐只是虚假的职业 听到这话的卷毛姐再也忍受不了离开了饭桌 好在和她一起长大的大漂亮走了过来关心卷毛姐的情绪 到了晚上睡觉时金妹却主动找到卷毛姐道歉 可下一秒可怕的一幕却出现在她眼前 惊醒过来的卷毛姐才发现只是一场恶魔 然而这时的大伙都抛弃了她外出游玩 等卷毛姐来到了游玩地点时却听到了大家说她的坏话 此时躲在树后的卷毛姐委屈地流下了眼泪 而这时大家越说越过分连大漂亮也听不下去离开了现场 等大家走掉后卷毛姐主动走到金妹的旁边示好 但金妹并不领情还抢走了她的手机录下视频 金妹想将卷毛姐还给她毁容的事情全都曝光给她的粉丝 这时卷毛姐激动下拿起了石头砸破了她的网袋 然后从金妹的身上拿走了跟大漂亮匹配的项链 卷毛姐将金妹的尸体埋到树林后在旁边开启了直播 正当她向粉丝讲解大自然时刚好伙伴杰哥走了过来 由于意外之下杰哥也发现了卷毛姐的秘密 卷毛姐直接也将杰哥通下杀手 另一边大漂亮返回了河流边寻找金妹的去向 就在这时她看到了河里的背包想走下去吗 可由于溪流的水太过湍急大漂亮直接被冲走 而卷毛姐趁着夜色赶回了别墅 她故意在大腿上弄出伤口 然后骗取小花是金妹弄伤自己的 听到这话的小花说出了金妹先前还有报复卷毛姐的想法 而这时卷毛姐的眼神立即变得凶狠起来 察觉不对的小花想走去客厅却被卷毛姐一把抓住 两人在推桑之中卷毛姐一把将小花推下了浴缸 小花的头发刚好卡住了抽水装置让她无法动她 卷毛姐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小花溺水而亡 杀掉了三人的卷毛姐赶紧带着东西离开了别墅 然而就在路上刚好遇到了寻找杰哥的女友脏便姐 卷毛姐假装镇定地将脏便姐接上了车 这时脏便姐询问卷毛姐为何其他伙伴都联系不上 而卷毛姐越来越激动不停地踩下油门 脏便姐想系上安全带可这时的扯带却被卡死 很快汽车的速度上升到240码 脏便姐赶紧叫她停下汽车 下一秒神经的卷毛姐直接踩下了刹车将脏便姐甩了出去 卷发姐下车后看着倒在地上奄奄一息的脏便姐决定送她最后一程 她开上了汽车直接从脏便姐的头上碾压了过去 此时卷发姐还想起了大漂亮还在别墅右转头返了回去 但没想到先前埋入土里的金妹还并没有死透 她爬了出来后找到了杰哥的手机把打了报警电话 但此刻的她没有说出话就失去了手机信号 好在警察及时捕抓到了信号的来源在大山深处 另一边回到别墅的卷毛姐拿起了手机不停敲打着自己的脸 等流出了鼻血后她打开了直播间在网上控诉金妹杀死了四位朋友 随后便倒在了地上昏迷了过去 过了不久后大漂亮赶了回来叫醒了卷毛姐 就在她想去房间寻找毛巾时却看到了床底下小花的尸体 大漂亮看到这一幕被吓了一跳 突然卷毛姐出现在她的身后说出了凶手正是金妹 然而大漂亮却注意到了金妹的项链却出现在了卷毛姐的身上 大漂亮想要控制卷毛姐的情况然后报警 可卷毛姐并不想曝光事情的真相阻止大漂亮 再拉着时不小心拽到了地上的毛巾导致大漂亮摔晕了过去 等大漂亮醒过来时自己已经被卷毛姐捆绑在了椅子上 这时卷毛姐兴奋地想去拿出两人童年的收藏品 大漂亮趁机会勾下自己身上的项链解开手上的绳子 就在卷毛姐走过来时直接扑倒了她 但卷毛姐抓到了桌子上的尖刀直接扎进了大漂亮的肩膀 大漂亮一气之下将他们两人的收藏品丢进了火堆 崩溃的卷毛姐拿起了酒瓶想杀掉大漂亮 就在这时金妹拿着拐杖冲了出来对着大漂亮不停敲打 原来还没清醒的金妹以为眼前的大漂亮是卷毛姐 结果意外将自己的好朋友杀死 就在最后一刻警察赶了过来开枪打中了金妹 因为没有人知道真相而卷毛姐最终却逃过了嫌疑 所有人都以为金妹就是杀害多条人命的凶手 卷毛姐还被大众当成了无辜的幸存者收获了大批粉丝